哈囉大家好我是光光 我們今天要玩Random Dice喔 上一集我們不是有出很多的骰子要被做修正嗎 那在昨天7月29號的時候已經正式的被修正了 你看我現在的月亮骰有沒有 在前方他已經自己亮起來了 明明就沒有三顆 他還要亮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現在月亮改版之後 他的強度大概落在哪裡吧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呢 來跟各位講一下上一次在更新預告的那一個影片啊 不是我的 是111%那個更新預告的影片下方呢 他那個留言把他灌爆喔 因為月亮一次被改動太多了 直接從14%修正到7% 下面那個留言實在是受不了了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打擊 於是開始灌爆他 那時候官方喔 就在置頂留言說了說 欸 那我們最後會把月亮骰呢 從原本的7%上修到10% 就不要讓大家一次砍半砍那麼嚴重喔 那這一次改版之後呢 我們看到月亮骰一樣是7% 沒有變嗎 有 但他沒有寫在這邊 他寫在那個更新日誌那邊 他下面那個月球骰子喔 而且他寫說14%降到7% 但是激火的時候會額外增加3%的攻速喔 我覺得 也算是不無小補啦 就變成現在月亮如果沒有點亮的話 他的差距就會非常的大 原本上一個版本的那個七星月亮還可以打出不錯的效果 這一個版本即使你有點亮呢 一樣也是掉了好幾層的威力喔 那我們今天同樣是拿雙主月來測試一下這一次月亮的強度喔 因為我們上一次拍的最高效率就是雙主月嘛 那我要先再強調一下 很多人都說 啊冠冠你那個哪是最高效率啊 你看我 像我跟人家打對比打到126關136關 你們在116關就倒了 或106關就下車了 這樣子的話哪是最高效率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可以打到更後面的話都是 有一邊可能是轉移方 那我們沒有 我們兩邊都是攻擊方喔 所以在通關效率上絕對會比較快 我們講的效率是指你的 拿到最後拿到的卡片去除以你整場打下來的分鐘數 得到那個數字越高效率就越高喔 那我們打到現在最高最高效率 在上一個版本最高效率是9張 9.06張喔 所以不要再拿那個轉移的 有一邊是轉移的來講這個啦 我覺得有點尷尬 我講的蠻清楚的喔 那我們今天就回到正題吧 我們現在月亮既然已經確定被改成這樣了喔 所以在前面的部分呢 絕對是努力的和combo 低星的月亮幾乎沒有用了 那這一次改版的 他沒有點亮的月亮呢 就是上一個版本沒有點亮的月亮直接砍半喔 上一個版本的七星月亮 如果你在這個版本呢 是沒有點亮的月亮 你就只剩下3.5星的月亮 那上一個版本如果你有點亮的月亮 到這個版本你的月亮一樣有點亮 我們這邊的七星 是上一個版本的五星月亮喔 那他原本說要下修那個點亮後的攻擊力的buff 後來好像也沒有下修 因為我看那個月亮骰的骰子資訊 上面的10%一樣是沒有變的喔 來現在看我們場面上呢 都有點亮的四星月亮嘛 那四星月亮的話呢 因為現在的點亮月亮強度是上一個版本的大概七成啦 所以我們就把4乘以0.7的話就是7.4.28 大概不到上一個版本的三星月亮喔 所以你就自己去試算一下你上一個版本 如果是三星月亮點亮的情況下 加現在場面上的組合跟這個combo 你有辦法秒殺轉王嗎 好像是沒有辦法喔 那這個還是有點亮的狀態 就蠻弱勢的 那如果你是沒有點亮的月亮 就是上一個版本還要再出於2喔 所以更更瞎 你看像我現在轉到這個 這個五星的這個月亮骰 剛剛如果是沒有點亮的話 是上一個版本沒有點亮的2.5星耶 就 我覺得 差距真的是有那麼一點大啦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秒殺30轉王的話 前面的combo如果沒有堆的高 或者是 你沒有拿到七星月亮把它亮起來的話 我覺得都是蠻危險的 當然我講的是雙組月的情況啦 如果你有一邊是轉移的話 那有月亮的那一邊呢 應該就會蠻好打的 因為畢竟錢多嘛 所以你combo至少可以拉上去 甚至版面的星數也比較高喔 來我們好久沒有被40的魔術師炸到了喔 你看我這邊兩個五星月亮 旁邊靠到三個四星組合 而且combo也有29 在上一個版本中絕對是秒殺的喔 那牛哥那邊呢 他剛剛是有因為有七星月亮嘛 所以還是有把那一隻那個魔術師打死的喔 所以你的月亮如果在前期真的有長出來的話 真的也是不錯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前期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上一個 欸上上個改版的時候呢 他是不是有把小兵的血量二次提升 雖然第二次提升的幅度沒有第一次大 可是還是有再上調一點 我覺得有點奇怪喔就是 你都把小兵血量拉高了 結果你月亮還是砍了蠻兇的喔 我覺得正常呢 他可能不要讓我們速刷吧 可能想要我們把一些控制骰啦 緩速骰阿 輔助骰 拿出來用 不要讓血統這麼單調的 變成就是都只有組合 或者是月亮 可是我覺得你改成這樣之後 除非有人想要拿那個111關的成就 不然應該也是不會把那些骰子拿出來使用啦 那我們這邊來到將近50關喔 牛哥那邊是亮不起來阿 他如果亮起來的話 說不定就可以拍一下 到底能不能秒殺50的屍亡 我覺得是有機會喔 因為他的combo數 跟我的combo數是不能比的喔 他這一場的運氣 可以說相當的好 那個combo出來超越回合數耶 我這邊的話 算是蠻正常的運氣啦 我們這一場拍呢 是拍一個大家比較常 可能會遇到的一個運氣 比較少會拿那種逆天神韻出來 拍給大家看喔 我覺得那個參考價值比較低喔 來 我們現在來到了56關的轉王了 正常來說牛哥那邊應該是要把他秒掉 但是沒有 你看那個血量 還是差一點點才可以殺死他 而且牛哥的combo是幾乎追著回合數在跑 都只能將近把他殺死了 當然如果他旁邊還有再靠到組合的話 一定是殺死啦 但是 這還是一個運氣遊戲嘛 他還是有運氣的成分在 並不是你每一場的那個運氣都會這麼好喔 所以我們是 以一個並不是打得最好的影片來呈現給大家 我覺得會相當有參考價值啦 那我們強調一個就是 你既然正常的玩法都會被轉王轉到的話 那乾脆 是不是拿組合轉移來打 雙組合轉移 是不是會比較好 我個人是對那個雙組合轉移 比較有自信一點啦 至少不會好像要翻車要翻車這樣 那我們這邊拿到66關左右 這66關呢也是相當的危險喔 雖然牛哥那邊有亮一個6星的月亮 然後但是他那個7星等於閒置啦 那我這邊的話雖然有6星月亮 但是也沒有靠到什麼組合喔 都是蠻地線的月亮去靠到組合 所以蠻危險的 對面牛哥那邊有被轉到 我們這邊會轉到 不過牛哥那邊轉運還不錯 他有一個7星月亮當作核心喔 說不定等一下那個生長長上去是不錯的 那我這邊的話沒有辦法秒殺轉王 所以我還是會被他轉第二下 那這一下轉的算是還不錯 因為旁邊還是有一個6星的那個月亮嘛 月亮的話 我說6星的話大概是上一個版本的4星吧 勉強能用 4.2星左右 那我旁邊那個6星生長期待 他長上去竟然變成7星月亮了 那就等於有一個 7.5 7.7.49 將近5星月亮嘛 將近5星 上一個版本的5星月亮可以打 那這樣子 還算不錯 可是我們兩邊都沒有點亮喔 所以就很開心的被魔術師炸了一下 這就是 大家平常 這一個版本平常如果大家在玩 就會發生的情況喔 我相信 這個影片應該會 非常的 親民 非常的讓你們覺得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好像 就是有種即逝感 好像大家都是這個情況居多喔 那我現在很好奇一件事情喔 既然雙組月亮呢 因為 就是如果有點亮的話 還是相對效率不錯啊 但是就是重點要有點亮 那會不會其實如果我用雙組轉 combo速拉高一點 也是效率會不會輸太多喔 我們可以用數據來試算看看好了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的版面是57combo 牛哥那邊是68combo 如果我們把兩個combo加起來 除以2 63combo 假設這個是我們在70關 大家平均會落在的combo數 那我的八級組合 63combo 就會是27000多的攻擊力喔 那如果我配上一個沒有點亮的七星月亮 它的攻速是2.12倍 那我一星的組合骰 大約每秒的輸出 就會是58000左右喔 那如果 我是雙成長組合轉移的人呢 平均 如果你會玩的話 70關大約會落在100combo喔 那我的八級組合100combo 它就是將近7萬的攻擊力耶 那這樣子 它就會超越 沒有點亮的那個 那個 主月 那有點亮的話呢 我覺得又相當的尷尬了 我前面有一個地方講錯 我最前面不是說 它更新的時候說 欸有點亮月亮的話 會再給你提供3% 然後我是講說 它 這樣就等於是14%下修 不是下修到7% 而是下修到10% 錯了 它是 欸 你上面的那個公式 如果你有認真看一下的話 就發現 其實它就是 再加3%而已 所以還是 14%降到7% 只是 你全部算完之後 我再給你加3%的攻速 所以我個人 覺得 這個點亮呢 有加工數跟沒加是一樣的啦 主要 還是要看到它那個 70%的攻擊加成喔 我實在是有點無奈喔 所以 算完之後 大約就是 10萬的攻擊力 就是以一星組合 每秒這樣打出去的話 大約會落在10萬喔 那這樣子 就會超越 組合轉移的攻擊力喔 那我們先不論 你能不能拿到7星月亮 或者是你7星月亮 能不能點亮這個問題 這個運氣的成分 我們先放旁邊 我們冷靜下來思考一下 你就算有點亮月亮 你也有可能 沒有辦法秒殺轉王喔 我這邊是說 雙組月的成分喔 不是有一邊有給錢喔 不是喔 你雙組月的話 如果你也沒有辦法秒殺轉王 那轉王把你轉一個爛掉了 你也廢掉啦 我覺得是 相當的 拼運氣喔 所以我個人如果要打穩 我會打組合轉移啦 我對他比較有信心 那我們這一回合呢 就是會倒在這邊啦 因為 牛哥那邊月亮他按掉了 然後我這邊自己的失誤就是 我沒有把那個六星的適應 去合六星的月亮 看拼拼看啦 因為我個人覺得不會在這邊倒 結果他就是倒在這邊了 相當的尷尬喔 是喔各位 我們今天就是測試了 雙組月跟上一次的雙組月 到底差多少啊 總結一句 沒點亮跟沒點亮比爛一半 有點亮跟有點亮比 還是爛一半 大概就是這個程度喔 我覺得 呃 這個以龍錯綠來說呢 相當吃運氣啦 相當吃運氣 那個人可以斟酌考慮 要拿什麼樣的陣容去爬血桶 那之後我一定會再介紹其他爬陣容 在小兵血量又增加的情況下 跟之前的版本比大概會差多少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玩 月亮組合以外的那個陣容了喔 那我前面那邊的那個 公司那邊的可能按暫停才 比較容易看得懂啦 大家有興趣的話再回去看 那我今天影片差不多要結束啦 喜歡的話幫我點喜歡 那你可以幫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會喜歡這一次改版的朋友 會不會沒人分享啊 那我們下次再見呢 拜拜 拜拜 有點想把你收到倉庫裡面去喔